诡异入侵天启游戏世界 以死神为首的邪魔现实 在诡异入侵后 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被轻松攻破 苏木怎么也想不明白 明明原本只是个游戏 为什么游戏里的恐怖会降临到现实 没有人可以倖免这场灾难 他们就是最后的勇士 人类最后的勇士苏木 面对死神却无法改变绝境 像一只龙一样渺小 虽然人类已经没有希望 但苏木还是奋起抵抗 哪怕他就算是死 也要死得像个大人物一样 苏木唯一的希望 不是死神的对手 虽然他不甘心 但也只能与命于此 但他却在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 被系统赋予了特殊命途再生 接着身在高考考场的苏木 忽然就骤然起身大吼道 我不甘心 他这一声大吼 瞬间就让考场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教导主任文生立即指责道 苏木 你吼什么 就你这样的学渣 能参加高考还有什么不甘心的 苏木的脑子顿时就有些混乱 我居然没死 接着苏木就发现 自己居然重生回到十年前 天启游戏公厕开服的当天 苏木立即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 居然真的摸到了一枚圆形的戒指 顿时苏木就暗暗震惊了起来 我的天启戒指也一起被带回来了 天启戒指是进入天启游戏的媒介 难道说 我可以提前进入游戏吗 就在苏木思索之时 教导主任已然气冲冲地来到他 跟前对着他一同辱骂 并表示还要让他滚出去 可苏木却一脸厌恶道 张口垃圾闭嘴滚 尊重你也配 我记得你 秦老师 再比接末世 你不过也就是个出卖学生的逃兵 接着苏木就无视教导主任的狗叫 直接转身道 考个屁 老子要去玩天启游戏了 见苏木居然直接离场 一众学生立即低声议论了起来 苏木好帅 居然放弃高考 还敢顶撞教导主任 等考完 是我也要去玩天启 蓝星历2046年 全新拟针系统天启横跨出世 迅速席卷全球 上到帝国高层 下到普通市民 几乎所有人都投身到天启当中 天启游戏渗透个行个夜 游戏货币可以兑换成钞票 一把武器就能换来名车豪宅 甚至国与国之间也通过天启进行着一些交易 有人靠着天启系统一夜报复 有人因此大厦崩塌堕入无尽深渊 但一切都无法阻止天启的浪潮汹 任谁也想不到 后面居然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情 那一天天启降临现实 游戏中的恐怖肆虐人类 世界被战火席卷 文化崩塌 生灵涂炭 在这场灭世灾难面前 人类终于联合起来为生存而战 尽管那些原本存在于游戏中的神魔面前 人类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 但人类始终没有放弃希望 直到再也看不到日月星辰 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回想起过往的种种 苏木不禁轻叹一声 不管他现在是不是战死的最后一人 既然重生一次 那他就依然选择相信人类之光会永远闪耀 接着苏木就很迅速回到了家中 但家里却没人 他很快就发现老爸给自己留下 要带科考队出发的消息 看着父亲留下的纸条 他的目光越发坚定 这一次他一定会让父母活下去 接着苏木就回到了房间 熟练的戴上那枚天启戒指 他望着戒指不禁有些失神 既然提前拥有了本命天启戒指 现在游戏还没开服 我如果能成功比世界抢先一个小时登陆 说不定就能改变命运的齿轮 于是苏木就将戒指中间一圈的黑色材质转动了三圈 全息影像随之出现 感官神经完美链接 居然真的登陆成功了 苏木的心一下就激动了起来 我的第二次天启征程开始 接着苏木前方就出现了一个金色的老者光影 欢迎来到天启世界 当前所在为下国大区 天青卧龙服务器 人类勇士啊 未来掌握在你们手中 年轻的勇士 请选择你的职业吧 而职业分为战士 法师 术士 刺客 攻守 苏木立即果断选择术士 我必选术士 以后转职当个万金油治疗辅助 再也不玩法师那种烧钱的坑爹玩意了 可系统提示 指令错误 无法更改职业 苏木闻声顿时就猛逼了 什么鬼 什么不能更改 我没选过别的呀 新手指导员则提醒道 这位勇士 要不你先看看自己的属性面板 苏木连忙打开面板 角色木神 职业法师 等级 经验 零 气血100 灵力50 法攻15 防御5 速度5 苏木立即就大骂了出来 有没有搞错 重申还保留我上辈子的账号也就算了 凭什么要把等级和属性都清空了 是不是你搞得贵 你知道法师有多难练吗 简直就是课金无底洞 但新手指导员却直接无视道 勇士既然已经拥有了账号 何不快点开启冒险之旅呢 苏木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对了 我的装备和物资 可让苏木崩溃的是 背包里那叫一个干干净净净 别说装备物资 连特么一个金币都没有 苏木翻遍了背包 就只翻到了一节森白的手骨 物品死神手骨 品质无 等级无 属性无 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望着你 男人才进入游戏 就意外接取到隐藏任务 可他居然对着要拯救的任务对象狠狠来了个大逼动 前不久 苏木重生回到末世游戏开服之前 可却没想到游戏账号等级居然被清零 并且背包资产也同样空空如也 但却多了个名为死神手骨的奇特道具 可苏木却对此感到恼怒不已 连个属性都没有 这特么不就是三五产品吗 说好的重生者福利呢 就在这时候 苏木的身体忽然化作一道数据 正式进入到游戏当中 接着就响起一道系统提示声 恭喜木神成为天启世界第一位玩家 获得首位玩家唯一专属称号 最快的男人 随后苏木就出现到新手村当中 同时自动穿戴上了新手法师套装 苏木望着专属称号顿时就急眼了 神科们最快的男人 你觉得这个称号老子会带吗 接着称号属性就自动探出 最快的男人 移动速度加20% 施法速度加20% 闪避率加5% 防御加5% 看完属性 苏木立马就变脸了 唯一专属 这属性加成是真香啊 苏木果断将最快的男人称号给装戴上 然后指着不远处的野猪大笑道 久违的小猪猪 我想死你们了 苏木直接发动法师的初级技能火球术 对着周围的野猪一顿海扁 但他所发射出的火球术 仅仅只打掉了野猪12点血量 野猪立即对苏木发起了冲锋 他顿时就慌了 一级火球术这么错的吗 别冲动啊 换以前我一记顺发 瞄你们一群信不信 就在这时 一声尖叫忽然传来 亚麻爹 救命啊 苏木和野猪群顿时就愣住了 只见一个衣服被撕得稀碎的少女 正朝着苏木跑来 少女长得很漂亮 有血有肉的 跑起路来兔子还会剧烈颤抖 呼之欲出 身材堪称完美 而一头比人还要大上几分的巨型野猪 也从灌木丛中冲了出来 紧紧地追在少女身后 接着苏木就听到一声提示音 揭取特殊主线任务英雄救美 击杀野猪王 救下可爱的小花 奖励金币20个 经验500点 苏木纹身立马就激动了起来 第一个隐藏任务 这么小概率都被我触发了 难道我这辈子要变成欧皇了吗 而少女小花很快就跑到了苏木的跟前 同时露出一抹激动的神色 勇士 你总算来了 就在小花想扑进苏木怀里的时候 苏木却直接抬手对着他的脸 就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 把野怪都被扇崩圈了 那头冲过来的野猪王连忙急刹车 一对猪眼瞪得老圆老圆的 而小花倒在地上 两眼泪泪汪汪的惹人脸 勇士你干嘛 人家只是 可苏木却直接打断道 你是要说人家只是踩蘑菇时 遇见了野猪王 被他追赶吗 小花顿时就有些惊愕了 勇士 你怎么知道 苏木却一脸得意地回应道 我还知道你这小妖精要假装勾引我 然后趁机干掉我 话音刚落 小花突然站了起来 雪白的肌肤上出现一条条红线 像是蜘蛛网斑布满了他的身体 接着小花就发出一道阴冷的笑声 你知道的太多了 随后就弹出属性恋版 魔化的小花 气血500 灵力100 攻击50 防御20 速度20 顿时整个小树林阴风阵阵 小花身上的衣服随风舞动 烈烈作响 同时传出他可怖的笑声 结结结 尽胆窥探我的内心 受死吧人类 话音刚落 魔化小花脚下立即猛然一动 尖锐的力爪一下子就扑到了苏木的跟前 不过苏木早有准备 快速一个侧身开溜同时嘲讽道 猪哥 你们慢慢玩 而魔化小花望着阻拦自己的野猪王 立即就飞身一跃抬手就是一爪子 野猪王健壮瞬间进入暴怒状态 直接朝着魔化小花撞了上去 接着野猪王和魔化小花就冲撞到了一块 可魔化小花却不躲不闪 直接用那瘦弱的爪子抓了过去 庞然的野猪王 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居然就被魔化小花给当场秒杀 而魔化小花再透过了野猪王后 再次朝着苏木飞速追去 魔化的小花很快就追上了苏木 并发出阴厉的嘶吼 人类 下面该你了 而苏木健壮连忙只向小花破碎的裙子大喊道 等一下 你走光了 魔化小花下意识地低头看去 却发现自己并没走光了 而这时候 苏木已经挥动了一下手里的法杖 甩出了一团红色的火球 火球术 对一个目标造成100%法术伤害 消耗灵力时 施法距离35米 冷清一秒 顺发 有10%几率出发流火天降 而魔化小花没来机躲开技能 被苏木的火球正面击中 瞬间被打掉了36点生命值 一击得手 苏木连忙把腿就跑 魔化小花也被他给成功激怒了 卑鄙的人类竟敢骗我 你该死 魔化小花虽然气血和攻击都很高 但是攻击范围很有限 苏木一边退 一边攻击 一个个火球被甩了出去 苏木知道魔化小花的魔力 来源于丛林里的魔气污染 他不能离开这片丛林 他离开灵外实力就会动弹不得 在跑到预算中的目的地后 苏木直接就转身停了下来 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并且很嚣张地对魔化小花 做出了挑衅的手势 魔化小花顿时就暴弄 抬手一爪子就朝苏木的面门抓去 可魔化小花的爪子 却在苏木跟前停了下来 再也无法往前移动一丁点 随后苏木不慌不忙地 往旁边走了几步 然后舞动手中的法杖 上空顿时就出现一团直径 长达30米的红色火云 紧接着一道道流火 拖出长长的尾巴 对着魔化小花疯狂落下 虽然这流火的伤害 只有苏木法工的50% 但是却可以进行十次打击 魔化小花在流火中 没能熬完十次伤害 血条就已经耗尽 她身上的红线开始消失 然后发出一声娇嗔 瘫痪在了地上 接着就响起系统提示音 恭喜玩家木神击杀魔化的小花 获得金币500 经验1500 恭喜木神完成英雄救美特殊主线 获得金币200 经验500 直接升到二级的苏木顿时就大笑了起来 概率只有10%的流火天降正好被我触发了 小花呀 你注定逃不出小爷的手掌心 接着苏木就准备开始对小花伸出魔爪 隐藏任务真不错 一个任务直接让我升了一级 再看看这小花报了什么奖励 就在这时 背包中忽然响起钉的一声 苏木愕然发现包裹中的死神手骨 居然跟着自己的等级也升级了 死神手骨品质无 等级属性死神之首位激活 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望着你 这个风韵犹存的药剂店老板娘 竟想要苏木给她当小白脸 前不久 苏木在升到一级后 是什么 前世完全没听说过这东西 当她选择查看详情后 立即弹出提示框 找到树神精华 木乃伊的绷带三千份 干涸的血液三千份 进行吞噬可激活此属性 苏木见状顿时就炸裂了 有没有搞错 这东西激活需要这么多材料 接着苏木便扶起小花 先抓紧时间升级 她知道这些材料在新手村打怪都能弄到 而恢复常态的小花 立即掏出一根法杖和一枚发家开口道 我被可恶的魔器侵蚀 居然是个子装 隐藏任务就是香 等会儿去新手村鉴定下属性 估计不会差 接着小花就挽住苏木的手请求道 勇士 你能送我回村子吗 我爷爷一定会感激你的 苏木果断的就接下这个主线任务 并且仔细感受着小花那柔软而真实的触感 随后苏木就根据系统提示的路线 背着骑小花出发 穿过绿湾灵币往青女村走去 没过多久 新手村就到了 村子很安详 形形色色的NPC再走来走去 刚进入村子没多久 小花就激动的摆手道 爷爷 我回来了 随后小花就主动从苏木的背上爬下来 然后与满脸皱纹的老村长紧紧相拥 苏木也顺利完成任务 获得金币石 经验一百 接着村长就看着苏木 刚想说话 却被苏木一口打断 客套花就不用说了 赶紧发布任务吧 老村长愣了愣 然后直接进入正体 年轻的勇士 小花体内还有魔气残留 需要魔化丧尸的血液已毒攻毒 才能彻底清楚 还希望勇士能够帮帮我们爷孙俩 而苏木眼前立即就出现提示框 前往绿湾灵地 击杀三十个魔化丧尸 并将干涸的血液带回给老村长 奖励金币一百 经验五百 新手绿色法杖 苏木选择了领取后也没浪费时间 直接就转身告别了村长 接下来既然要去刷怪 法师出门 在外自然要有备无患 苏木便准备去找药剂师 来到药剂店门口 苏木的心瞬间就开始期待了起来 只因这个药剂师是一个非常魅惑的女子 身材异常的火辣 苏木要是没记错的话 她是单身 不过跟铁匠有一腿 随后苏木连忙收敛心神 表示要购买二十八瓶小蓝药 要知道一瓶小型灵力药剂就要五十斤 她现在身上总共才一千五百金币 所以说不是土豪根本玩不起法师 就在这时 药剂师忽然贴到苏木身旁打句道 弟弟 只要蓝药不要姐姐吗 姐姐高兴的话 可以考虑给你打折 而苏木则止不住地打了个寒战连连摇头道 不用了不用了 见苏木不上钩 药剂师立即就露出不悦的神色 苏木则拿着打包好的蓝药低声道 我可惹不起你那位凶大无脑的铁匠老哥 但一旁的铁匠却敏锐地听到苏木的抱怨 你在说谁 苏木连忙矮下身来开口道 我是说铁匠老哥你威武雄壮 请给我一张鉴定符 祝你和药剂师百年好合 随后苏木就回到绿湾灵地 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准备开始鉴定 他知道这游戏鉴定子装比现实赌势还要刺激 再过不久就会有专门倒卖为鉴定装备的商人 各路土豪就要开始斗法了 他得提前抓紧时间 一扶天堂 一扶地狱 一扶穷 一扶富 望着开始鉴定的法杖 苏木止不住地开始紧张了 接着就想起鉴定成功的提示 天火法杖 等级品质紫色 属性法工加40 灵力加25 特效法报 提升3%法术必杀 特效专注 释放技能时 有30%几率返还所消耗的灵力 看到这两条属性 苏木立马激动了起来 我去 居然出了最牛叉的发报特效 还有回蓝特效 这下赚大了 鸟枪换炮 苏木顿时志气满满地朝着丧尸区域走去 这下他可以开始快速升级了 刚开始刷怪 火球术就触发了流火天降 流火天降可对直径100米范围内的目标 造成10次50%的法术伤害攻击 将3%的法报几率发挥的淋漓尽致 不过苏木发现 自己这10%的触发几率很高 他不禁猜测 是不是那根死神手骨让自己变殴了 很快 6000份干枯的血液就收集完成了 看了看时间 苏木立即逮色了起来 升级手骨的材料之一收集够了 正好也快12点开服 等会就是几百个人抢一个丧尸的局面 12点1到 游戏正式开服 无数玩家疯狂拥入 仅仅30秒钟 所有服务器爆满 新手村人山人海 世界频道也是热闹起来 卧槽 这游戏好逼真啊 兄弟们 你们赶紧去摸一下药剂师 弹性惊人 起码失忆啊 我摸了一下 为什么被铁匠干死了 NPC还会杀人吗 而苏木望着这些玩家不禁暗暗敌不倒 你们这些小萌新 好好珍惜现在的新手村快乐时光吧 接着苏木就找了个靠墙的位置 开始坐下来准备摆摊 而世界频道已经炸开了锅 丧尸呢 主线任务要打的丧尸呢 任务所在地怎么一片火海 连个丧尸毛都没有 苏木则一边摆弄道具一边在心中暗倒 也怪半小时一刷新 你们就慢慢等吧 话说我貌似真的变欧了 刷光也怪爆了113件白妆 21件绿妆 6件蓝妆 还有一百多瓶红蓝药 咋就说这时新三万 不比打工强吗 等级也领先一大截 美滋滋 不过我还是把等级和装备先隐藏下 免得引人注意 很快苏木的摊位前就围上了许多玩家 你看那傻子 这才刚开服 他能卖个毛线东西 别管他了 只要能抢到30只丧尸 就有一百斤 我晚上大宝剑的钱就来了 就在这时候 一双美腿忽然出现在苏木的跟前 苏木一看到那双大长腿 瞬间就看傻了眼 来者是一个叫听学玩的女术师 她穿着初始的术师长袍 一双长腿堪称逆天 颜值也是万里挑一的那种 当然苏木现在在意的不是这腿直 而是这个妹子的ID 男人竟当众对美女提出过分的要求 但美女却娇滴滴地答应了她 就在刚刚 苏木摆摊意外偶遇到 颜值和身材都堪称绝顶的大美女 苏木知道听学玩未来是 下国大区前十的术师 更是天启降临现实后 一个顶级安全区的最高指挥官 所处的听学小柱 身后更是有着华夏官方神秘巨型公司支持 天启游戏初期没有开放外貌调整功能 百分百还原玩家自身样貌身材 看来玩现实中的颜值和身材也是这么逆甜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这位女神 萌新女神还怪可爱的 难道这就是养成戏的乐趣吗 而听学玩则弯腰查看苏木的摊位 这么嚣张的招牌 我倒要看看你卖的都是些啥 接着听学玩就被震惊到了 这才刚开服 她居然有这么多装备 还有丧尸血液卖 丧尸区抢怪都抢疯了 她哪来的这么多掉落物品 当即听 学玩就有些迫切道 打包 多少钱 苏木也是不客气 全部一起一共五万四千八百斤 算你五万五 听学玩立马就恶然了 人家打包都是有折扣的 到她这打包反而还要加价 苏木见听学玩犹豫 立马就发出一阵猥琐的笑声 让我摸下腿 就给你打八折 听学玩文言立马就开始往后退 你个登徒子 不要脸 苏木却一脸无所谓的贪手道 胡乐意就算了 反正机会已经给你了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听学玩当即就陷入了沉思 这家伙摆明了想要趁机宰我 虽然听学小猪不差钱 就在这时 一个模样粗狂身材魁梧的男战士 走了过来打断的 我出十万 这些东西我要了 苏木连忙查看这家伙的信息 竟是狂人工会的会长 狂人战神 顿时苏木就暗暗笔一道 大爷的 居然碰上这晦气的玩意 狂人战神 就算过了一世 他也记忆犹新 前世狂人战神是本服战士榜前十 抢BOSS啥的嚣张跋扈 自己几次被他杀爆武器和装备 更是因此与大部队有了等级差 虽然冤家路窄 不过这辈子 苏木可不再怕他了 而听学婉而见有人想截胡 立马就不悦了 狂人战神 我和贪主已经谈好价格了 你什么意思 但狂人战神却毫不在意的咧嘴大笑 小妹妹 你这不是还没交易成功吗 我出二十万 赶紧交易 苏木见狂人战神这么下血本 立即暗暗思索了起来 看来听学和狂人这种有备而来的势力 不惜重金买物资 都是为了将要开启的副本首杀 听学婉而眼看就要错过这批物资 顿时就暗暗胶着了起来 虽然贵了点 但是买下这些装备 可以让听学小住的核心玩家得到大幅提升 这样就能在前期碾压所有工会 我不能错失这个机会 让狂人战神截胡 反正只是游戏中 但副本的首杀必须拿下 当即听学婉而就咬了咬银牙 转身对苏木动了动嘴唇 就按你刚才说的 我答应了 给你摸十下 交易我 苏木当即就不耐烦地朝狂人战神摆手道 我打算卖给这位漂亮小姐姐 你们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顿时狂人战神就炸了 你知道劳兹是谁吗 敢这么和劳兹说话 你活腻了 而一旁的小嘎嘎则连忙将他拉走 老大别生气 咱们除了孙子就干掉他 狂人战神此时已然气炸了 他立马按下决定 等到了眼外 劳兹把你屎都抱出来 很快 二人就完成了交易 而听学婉而则气呼呼道 无耻渣男 以后都不要和你交易了 望着听学婉而离去的身影 苏木立马打去道 放心 一定会有下次的 下次我要摸个够 而听学婉而则暗暗嘀咕道 虽然这个牧神是个好色的家伙 但刚才他却直接给我打了八折 而且只要我付十二万 并且还很绅士的没有对自己动手动脚 听学婉而一想到这 立马就按下决定 开局就能弄到这么大量的物资 不知道这牧神是什么来头 再说他一个散人 今天因为交易得罪了狂人那帮组织 以后若是有需要还是帮帮他吧 接着苏木就来到村长的家 将丧尸止血的任务给完成掉 老村长立即就有些激动道 感谢勇士 有了这些干涸的血液 小花身上的魔气一定能清除干净 最近村里有不少人遭到了魔物的攻击 村里储备的绷带都不够用了 而苏木见状连忙打断道 好了好了 就是弄点绷带吗 顿时系统就想起提示音 领取任务这绷带喜喜也能用 前往绿湾林地深处 击杀30个魔化木乃伊 并将木乃伊的绷带回给老村长 奖励金币200 经验1500 潜能200 接着苏木就将四级所奖励的400点潜能点 全部加到了法工属性 顿时苏木的面板就获得了大提升 木神等级4 金币12万 器械230 灵力180 法工120 防御38 速度13 望着自己的面板 苏木立马得意了起来 经验和金币已经甩开菜鸟一大截 不愧是我苏木 怎么有一种像开了挂一样的爽感 不想了 还是赶紧去做任务吧 再把差距拉大一点 不就是魔化木乃伊吗 虽然稍微难缠一点 但接着苏木就忽然脸色一变 等一下 我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个平平无奇的小法师 竟独自一人去群刷比他还高级的野怪 前不久 就在苏木准备离去之时 苏木忽然想起自己差点忘记从鸡贼村长手里捞一笔了 接着苏木就直接躺在老村长面前开始打滚 我为了救小花受了内伤 天若有情天一老 人若多情死得早 恭喜木神永久获得村长的祝福 暴击率加10% 移动速度加10% 自动恢复气血每秒10点 无视防御50点 提升一定性欲值 接着苏木就果断转身离开 他知道 这才是魔化小花隐藏任务的真正核心奖励 苏木很快就来到了绿丸灵地深处的魔气沼泽 在魔气侵蚀状态下 无法使用恢复气血类药物 并每秒减少5点气血 可用净化药水解除负面状态 苏木不禁边走边嘀咕道 三十秒钟都撑不到 系统提到的净化药每瓶要200斤一瓶 不间断使用才能抵挡魔气侵蚀 活生生的逼克 幸好我有村长的祝福 Buff低消掉血 就在苏木准备开始寻找魔化木乃伊的时候 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惊恐的惊叫声 只见一男一女两名玩家 正被一群魔化木乃伊紧追不舍 没等女玩家呼救 树道绷带瞬间就封住了她的嘴 见同伴被魔化木乃伊拽走 小嘎嘎立马就连忙加快脚不想要逃亡 小嘎嘎在看到苏木后 立即就慌忙求救 哥们 救我 可她话还没说完 由绷带形成的钻头瞬间就将她贯穿 魔化木乃伊浑身缠满灰色绷带 只露出一双红色的眼睛 身上的绷带很脏 满是泥垢和腐烂的东西 这正是苏木此行的任务目标 魔化木乃伊 等级5 器械200 灵力20 攻击60 防御15 速度25 苏木健壮顿时眉头一挤 五级高功远成怪 妥妥的新手杀手 怪不得刚刚那两人这么快就GG 魔化木乃伊的速度不算快 倒是可以利用下 而且他们这些丑东西 该害怕我的火球术才对 就在苏木思索之时 距离近的几个 已经发出一声声低沉的嘶吼 朝着苏木快速移动过来 而他直接抬手反手 就是一发火球术 火球被甩出 狠狠的命中目标 那个飞扑到半空的木乃伊头顶 立刻跳出了伤害数字 接着苏木没有练战 而是直接转身 开始引怪同时得意道 正好把你们一网打尽 任务裁掉这不就送上门了 来啊 你们该不会追不上我吧 跑着跑着苏木就浮起了一抹笑意 我记得沼泽里有片枯木林 要是能把他们都引到那里 很快 苏木就引着魔化木乃伊群 来到了死亡沼泽的枯木林区 借助沼泽的阻隔 苏木一个个火球疯狂甩出 那些木乃伊的头顶 立刻不断跳出伤害数字 被轰击的魔化木乃伊群 瞬间就发出阵阵嘶吼 已然被苏木给激怒了 魔化木乃伊立即就开始瞄准 苏木疯狂地甩出绷带 想要以此解决他 有最快的男人称号加持 苏木的闪避极为强悍 绷带根本就没办法上他分毫 苏木不断在沼泽中闪躲周围 木乃伊虽然难产 但根本就奈何不了他 接着苏木就猛然出手 直接将扑面而来的绷带给抓住 然后苏木迅速绕到一旁的树上 开始上蹿下跳 将魔化木乃伊群给束缚住 望着被控制住的木乃伊群 苏木立马就得意一笑 搞定 小爷从一开始的走位 就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好吗 好了 这样一个大火球术就能全部烧干净 也就那些新手 才会被你们追得屁滚尿流 就在这时 一条公告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特殊任务铁匠的悬赏令 由于服务器所有新手村 都已触发铁匠的愤怒 铁匠特别发布悬赏令 这就是天启的魅力 说明前世今生的男人们除了我以外 没有一个好东西 不过这个特殊悬赏令呢 正合我意 这个神秘的美女术士 竟想要在天启中寻找苏木 就在刚刚 苏木在看到铁匠的悬赏令 这个特殊任务后 顿时就笑了 等我录完木乃伊升到五级 再加上老玩家的优势 做版人斩悬赏 暴打小朋友简直不要太容易 渐渐的 这片区域上空开始出现一团又一团的火银 火海在迷雾中蔓延 魔化木乃伊群 便开始被苏木给不断轰杀 随着魔化木乃伊的阵亡 苏木意外获得的技能输碎星 技能输碎星 等级五级 适用战士 品质白色 牺牲自身10%灵力 50%防御 提升物攻5% 并且普通攻击有一定几率 无视目标10%防御 状态持续时间15秒 冷却时间10分钟 捡起技能书后 苏木顿时就乐了 这本书虽然我用不上 这技能也挺一般 不过还是能卖几千斤的 接着苏木就意外发现 流火天降的范围内 居然轰杀了几名骚扰药剂师的玩家 顿时世界频道就炸开了锅 老子花了一千斤 好不容易才找到木乃伊区域 怎么就被一道火焰给杀死了 我也是 真特么操蛋 这什么垃圾设定 而小山坡之上 狂人战神俯视着不远处 那一片白茫茫的迷雾森冷笑道 一群菜鸟 自己垃圾怪游戏设定 这种高难度的开放任务 还是让老子来 接着狂人战神大手一挥 身后的玩家便朝着那片迷雾冲了过去 这画面让聚集在迷雾之外 不敢入内的玩家纷纷动容 这狂人工会真有气势啊 看他们身上的白光 那是净化药水的特效 他们太好了 等到十级开放了工会 估计这个狂人将来建立了工会 咱们赶紧努力升级争取加入他们 在净化药水的帮助下 狂人战神工会的人 成功抵达了木乃伊区域 并且无意损伤 很快 狂人战神就发现了此次的任务目标 魔化木乃伊 就在他们准备进行攻击的时候 一团红色的火球从迷雾深处飞了出来 那个木乃伊直接倒闭死亡 狂人战神立即就认出了这个技能 火球术 碎皮法师也能撑到这里 这法师是其他势力的吗 但听血那群妹子还在刷三级的树人 难道我们服还有其他克金玩家 就在狂人战神愣神的时候 他的一名同伴突然大喊道 大家小心 有流火 只见在他们的头顶上空 出现了一团恐怖的红色火银 一道道流火像是暴雨般疯狂落下 连续十次的流火攻击 并且带有20%减速效果 狂人战神工会的玩家瞬间就遭殃了 仅仅十秒钟都不到 狂人工会的玩家们就阵亡了好几个 而苏木的悬赏任务进度 一下子就飙到了15个 苏木健壮立即就乐开了花 我就想刷的也怪 怎么一直有人来送死呢 这堆狂人真是不禁杀 话说五级解锁的星际双滑五真不错 主动群伤技能 冰冻效果大大的有用 下一波木乃伊刷新还要一会儿 正好些会整理下背包 爆出来的100多件装备 12本技能书又够我大赚一笔了 对了 得给婉儿妹子发个交易消息 刷到好东西自然要想的妹子了 我可是很期待呢 不知道婉儿妹子是不是也很期待 随后苏木就伸了身懒要感叹道 就是可惜百人 斩任务还差几十个 要是再来群狂人这么傻的 被我团灭两三次就够了 话说他们身上爆出来的这本技能书 可是法师的好东西啊 技能书封印 适用法师 品质蓝色 消耗当前50%灵力 提升移动速度30% 并获得消耗灵力的10%防御护照 苏木直接选择了学习 加30%一速 不管是逃命还是追杀 都非常丝滑 刷到六级就下线吃饭 天启游戏的第一个副本首杀 还在等着我呢 与此同时 迷雾沼泽区域的另外一边 一名名为于木帝术士 正跟几名队友在沼泽中 不断猎杀着魔化木乃伊 很快 于木就停下了治疗的动作开口道 我的任务物品够了 先退队了 几名为索男队友文言 立马就连忙挽留道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 于木美女别走啊 我们继续刷经验吧 你的治疗好及时 不然我们也打不过这些木乃伊 见于木默不作声 为索男立马就打去道 于木小姐姐别总冷着脸啊 笑一个 于木则暗暗在心中比一道 肤浅的男人都一样恶心 除了他 接着名为死哥的男子就再次开口道 于木小姐姐 我很快就会组建工会 你也加入如何 让你当副会长 话音刚落 于木立即就掏出法杖 甩出一发攻击技能同时打断道 给我闭嘴 只见于木帝这发技能 在擦过死哥肩膀之后 准确地命中了他身后 刚刷新出来的魔化木乃伊 见那只木乃伊倒下 死哥顿时就脸色一变 这女人是怎么察觉到的 既然是组队玩家 我怎么能被他的技能碰一下会掉血 而于木则直截了当道 连怪物刷新位置都记不住 还当什么工会会长 接着于木就干脆地转身暗暗决定道 被我打到会掉血 果然是骚扰了药剂师的臭男人 不能再和这些人浪费时间了 我要快点升级 然后去找他 接着于木就有些黯然道 天气服务器这么多 苏木会在同一个区吗 一堂的小嘎嘎见状便连忙开口道 死哥老大别生气 不就是个娘的吗 一个花瓶奶妈还以为自己多厉害 可死哥却暗暗决定道 他可不是花瓶 能这么快记住也怪刷新位置和时间 感觉还如此敏锐 不可小瞧啊 劳子以后一定要拿下他 这个男人面对一个工会的挑战 竟要以一人之力迎战 就在刚刚 迷雾之外 人山人海 狂人战神已经快要气疯了 一百斤一个的喇叭 跟不要钱一样狂刷了起来 缩头乌龟木神 你特没有本事就别给我出来 劳子在迷雾外面等你 而一些被波及的玩家也纷纷大喊道 我无缘无故路过也被他干掉了 得找他要个说法 就在这时 听血玩忽然开口道 狂人战神 你有本事进去找他呀 在这喊有什么用 只见听血工会的妹子们都基本在三级以上 而经验药水没断过的听血玩 已经到了四级 至于狂人工会 由于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他们除了人数上有那么一丁点的优势 等级已经完全被听血小柱碾压 接着听血玩就直截了当道 那个木神 我们听血都保下了 你们狂人可以先考虑先跟我们打 为了拿下苏木手中的那批新装备 听血玩这次必须出手帮助他 气急败坏的狂人战神 只好在世界频道继续刷喇叭 缩头乌龟木神 还需要被女人保护 是的男人就得老子滚出来 就在听血玩忍不住 想要直接帮苏木摆平这家伙的时候 一个法师从迷雾中缓缓走了出来 同时传出一阵鄙夷的笑声 有何 是你这个乖孙啊 狂人战神立马就指着苏木大吼道 木神 少废话 既然你赶出来 那就准备受死 苏木文言却没有说话 不声不响打开了自己部分隐藏信息 高达七级的等级信息 立马就展露在众人面前 所有玩家瞬间都看猛逼了 卧槽 七级法师 他居然有一把紫色武器 还带专注和法报 看他的buff 这老村长的祝福又是什么鬼 这装备 这等级 还有那么变态的buff加成 特么谁打得过呀 举报举报 必须举报 而狂人战神也被震撼到了 卧槽 这牧神和我们压根不在一个次元 这怎么打 而苏木冷冷一笑 充满完威的眼神看着狂人战神 狂人孙子 你也有我来了 然后呢 狂人战神当即就吞了口唾沫 握着大刀的手指不住的发抖 但他知道现在不能锁 于是狂人战神就大喊道 牧神 你小子滥杀无辜 让我们杀回去 这是就算了 必须给个交代 否则我们一定把你杀的连新手村都不敢出 虽然苏木的等级很高 但狂人战神觉得他肯定打不过自己几十号玩家 而苏木则一脸不屑道 我乱杀人 你们自己乱摸药剂师成了任务悬赏目标 怪我了 此话一出 听雪小猪那一群妹子立马就比一道 原来他们都骚扰了药剂师 好恶心 太过分了 牧神就算真动手杀他们也是为民除害 恼羞成怒的狂人战神立马就抄起武器开口道 废话少说 牧神 有种就和我们狂人来战了 苏木却丝毫不虚 来啊 你爷爷我正好手痒呢 眼看战斗一触即发 听雪婉儿便连忙开口道 他们想群殴你一个 我们听雪就帮你一次 就当你卖给我东西的谢礼 但苏木却摇了摇头拒绝道 谢谢婉儿小姐姐 不过这个人情还是先存起来吧 你还是带着你的人离远些 我要开启全体战斗模式了 望着那群低级弱击玩家 苏木立马就暗暗得意道 以为人多就能赢吗 那可是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见苏木这么狂妄 听雪婉儿只好先观察一下他的实力 也就没再多说 下一刻 苏木就迅速切换全体攻击模式 然后开始凝聚技能火球术 苏木没再废话 直接朝着狂人工会那些人 丢出去了数个火球 不过狂人战神等人的反应很快 前排战士迅速开启护盾 将这波攻击给挡了下来 接着后排的法师和弓手 就迅速瞄准苏木 展开了反击 但有称号加持的苏木 躲闪起来简直无比轻松 对方这波把技能全丢了 等下他就能利用技能真空7 来展开反击了 接着苏木就躲到一根断树 后面暗暗计划起来 对面这么多人 最适合使用兵器群控 要是能触发群控特效就更好了 正好用狂人这些家伙试试新技能 随后苏木就果断举起法杖 施法起法师的五级技能双滑五 只见直径50米左右的大底 在技能落地的瞬间覆盖了一层冰霜 肉眼可见的寒气不断从地面升腾 仿佛一缕缕白灵 而且这波袭击正好卡着 他们的技能冷却时间 恐怖的法伤瞬间就群秒掉了几名玩家 而一些慌乱的玩家 更是直接开启了盾挡技能 狂人战神立马就炸了 人都死完了 你们现在开盾做什么 而苏木剑撞瞬间就浮起了一抹笑意 真是够蠢的 这盾挡又摆开了 把这几秒拖过去 就用大火球伺候他们 接着一道恐怖无比的火光就从天而降 被控制住的狂人战神瞬间就沦为了靶子 这下狂人战神彻底慌了 术士大量阵亡 他们根本就撑不过这发大火球术了 这个冷艳女子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会有人比她先一步完成了悬赏任务 就在刚刚 苏木在用双滑舞控制住狂人战神等人后 就直接甩出大火球术 并且触发了流火效果 狂人战神顿时就慌了 完了 战士的和术士的护盾技能刚刚都用了 苏木的高额法伤打的狂人战神 只能不断往嘴里灌恢复药剂 而那些没有要剂的玩家瞬间当场毙命 狂人战神剑撞不妙立马就想逃 但苏木却直接追上了她 怎么跑了 你刚刚不是很狂吗 狂人战神剑跑不掉 只好抄起武器准备拼一把 她做梦也想不到 30人的精英团队居然就这样被苏木给轻松击破 接着狂人战神就直接甩出了战士技能急风斩 苏木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技能 战士初期技能急风斩 40秒冷却 消了这个技能 接下来她就只能用普攻了 苏木在躲开了急风斩后 很理智的跟狂人战神保持着距离 随后苏木就绕到狂人战神身后抬手 对着她就是一发火球术 被苏木卡着攻击距离的狂人战神 根本没办法伤她分毫 不断被她的火球术轰击 狂人战神是越打越愤怒 这个木神一个法师怎么可以这么灵活 40秒时间很快就过去 苏木忽然出声道 等等 狂人战神立马转怒微笑 你以为我傻吗 我的技能已经刷新 现在想求饶已经晚了 再吃劳资一技急风斩 可苏木却顺发了一枚火球 同时无奈道 我是说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的血条 这一发火球术 直接就将狂人战神仅存的一点生命值给打没了 苏木健壮立马大笑道 不好意思 手滑了 就多了那么一点点伤害 本来想和你多玩一会儿的 短短几分钟而已 那些想要讨伐苏木的人 就怪的一干二净 四周的玩家健壮立马就炸开了锅 我们和木神玩的是一个游戏吗 一个法师团灭了狂人的精英团 木神以后就是我的男神啊 又强又帅 就连听学玩儿也是呆若木鸡 一张粉嫩的小嘴已经必不拢了 木神 居然真的这么强 就在所有人震惊之余 一条公告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器 恭喜玩家木神 完成铁匠的悬赏令 获得神秘大奖 公告整整刷了三遍 无私藏博服务器的玩家也震惊了 这木神是何方神圣啊 这么牛叉 烟雨江南服务器的一个战士看到公告后立即就炸了 卧槽 我还差一个半就能完成了 怎么就叫这个木神的杰族先登了 等将来有机会一定要会会你 万里地都服务器中的一个刺客玩家则叹息道 好可惜啊 咱们只差不到20个人就能完成了 老铁门刷点小礼物安慰下主播好不好啊 所以战队小帅不禁感到有些意外 看来我们战队还不是最强的呀 木神 有点意思 居然抢在我这个职业电竞选手前面完成了任务 天青卧龙服务器 一个身材火辣的女玩家任务进度刚刚完成了90% 他不经意外道 还以为我会是第一个拿到悬赏的人 竟然有人比我更快做到 接着于木就暗暗思索了起来 木神 苏木 会是他吗 而苏木在完成了任务后 便朝听学瓦尔开口道 瓦尔小姐姐 咱们说好的第二次交易 你看现在 跟在苏木身后的听学瓦尔不禁感到有些忐忑 这个木神 肯定又要提那种奇怪的条件 来到小树林 苏木直接对听学瓦尔发起了交易请求 木乃伊的绷带1512个 白妆151件 绿庄51件 蓝庄19件 白色技能书10本 绷带10斤一个 白庄50斤 绿庄500斤 蓝庄3000斤 白色技能书1500斤 接着苏木就望着听学瓦尔的大长腿开口道 一共12000斤 算你11万5 这次想要打折吗 瓦尔小姐姐 听学瓦尔文言顿时脸颊一红 然后果断道 不用你说的那种打折 11万5就11万5 苏木却忽然常常叹了口气 一脸惋惜道 真可惜 等打算摸摸腿的话 就再免费送你个惊喜 接着苏木就掏出一本绿色的树式技能书开口道 怎么样 一万斤要不要 这可是友情价哦 听学瓦尔顿时就眉头一皱 友情价 是有什么条件 苏木则咧嘴一笑 以后要答应让我摸10次腿 哈哈 没等听学瓦尔说话 苏木就直接将技能书递过去 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 交易愉快 对了 我再附赠你一个友情小提示 绿湾灵地的树人实力菜经验多 你们可以集中精力刷树人升级 听学瓦尔却冷静道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你有什么目的 苏木却哈笑一声实话实说起来 你也太敏锐了吧 如果我说这关系到隐藏任务呢 你会帮我这个忙吗 听学瓦尔文言顿时一惊 隐藏任务 牧神为什么会知道连公司都不知道的信息 他思索过后便点头道 可以 不过可不能白帮 此话一出 苏木立马就伸出手来 那就说定了 放心 你们不会吃亏的 在握住苏木伸出的手后 听学瓦尔不禁暗暗嘀咕道 看来与牧神打好关系势在必行 牧神 你可真是让我越来越好奇了呢 高冷笑话女神居然主动邀请男人吃饭 可让人意外的是 苏木竟然头也不回地静止离开 前不久 狂人战神功会被苏木载团灭后 他立马就炸了 你们这些废物 竟然让牧神一个人把我们全灭 恶下次再遇到那小子给我见一次干一次 就在这时 狂人战神忽然听到丁的一声 去野外刷树人 我不说结束你们不许停 狂人战神立马就不淡定了 你这家伙 我怎么可能听你的 而苏木却冷笑道 不去的话 我就打到你三号为止 并且杀一次就发一次截图 我现在就来找你 顿时狂人战神就慌了 我去我去 牧神大哥教给我的任务 我一定好好完成 而身在死亡沼泽的苏木却嘀咕了起来 有听血和狂人的帮助还不够 要开启隐藏副本 需要把树人全部刷光 只能刷世界让所有人一起来了 接着苏木就在世界频道发出消息 各位老铁 请优先击杀绿湾灵地的树人 否则我就请他体验冰火两重天天哦 这番言论立马就获得了听血玩儿的支持 见听血玩儿出声 苏木顿时就得意了起来 被玩儿这样维护感觉还挺不错嘛 这帮人刷了这么久 算算时间树人也应该快要刷光了 话说这个地方真的能刷出西汉装备吗 我都蹲了好久了 前世那个什么隐秘大神攻略指引说 一看就让人想入飞飞的树下 血运过眼神 必然就是这里没错呀 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小丑不是我自己吧 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话音刚落 一坨莫名的年夜就从天空掉落到苏木的脸上 苏木见状立马就炸了 鸟都拉屎了 那什么装备怎么还不刷呀 欺负老实人 就在这时 一条系统公告忽然弹出 系统提示 818号新手村所有玩家在30分钟后 一同抵御树神的复仇 抵御成功所有玩家将获得神秘奖励 抵御失败所有玩家经验只减10万 苏木在看到公告后立马就激动了起来 隐藏任务终于触发了 随后新手村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计时器 世界频道也炸开了锅 牧神 你让我们刷树人就刷出来这个 这任务一看就很难 牧神坑死我们了 我们这次死定了 但苏木却直接选择回城 并且打算趁这半小时的时间下线吃个饭 在苏木回到新手村的刹那 狂人战神立马就揪住了他 牧神 树神复仇这事你必须给我们个交代 10万经验我们现在的等级都不够扣的 但苏木却摆了白手淡然道 你们都觉得任务会失败吗 太耸了吧 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吃饱饭了才好干活 打工人们 走干饭去 做完这些 苏木直接离开了住处 来到了一家普通的餐厅当中 苏木边吃着汉堡边暗暗计划道 游戏仓已经订好送货上门了 等会回到游戏拿下树神首杀 得到树神精华就能给死神手骨升级了 听着四周关于天启游戏的议论声 苏木不由暗暗感叹道 看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玩天启了 民众的参与度比前世要高 但愿这一世 人类能改写前世的结局吧 就在这时 一道清澈的招呼声忽然响起 打断了苏木的思绪 苏木果然是你 苏木闻声望去 就看到了一个跟自己年纪相仿 模样精致的少女 来者赫然是笑花江之鱼 四周的小嘎嘎健壮立马沸腾了起来 我去 你看 好够位的女人 要即使什么的突然就不香了呀 而江之鱼直接在苏木旁边的位置坐下 脸上还带着一丝崇拜 苏木 听说你今天直接从考场跑出来 把你们班主任都气坏了 苏木只是默然地点了点头 他不由暗暗嘀咕道 笑花江之鱼 我和他也没那么熟吧 他居然会主动找我说话 见苏木不理会自己 江之鱼却对他发出邀请 苏木 要不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 我请客 苏木却直接摆手拒绝道 不了 没空 接着苏木就直接起身头也不会告别道 我吃完了 江之鱼同学 我先走了 江之鱼见状不禁感到有些郁闷 苏木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呢 明明是你几次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好几次都在危机时刻救了我 生日会你还给我送礼物 为什么你现在却好像在回避我 而苏木却脸色凝重地暗暗决定道 江之鱼 前世的记忆告诉我 要离这个女人远点 我虽然不是什么就是英雄 但做不出牺牲安全区这种事 道不同不相为谋 来了来了 大型隐藏任务树神复仇终于要开始了 就在刚刚 苏木在拒绝笑话的邀约后 就回到家 游戏舱也已经安装好了 苏木立马就迫不及待地躺了上去 虽然游戏舱很贵 但苏木却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值 接着他就开始登陆游戏 这次 我必须步步赶在前面 探寻那深不可测的命运之路 一进游戏 新手村的玩家立马就炸了 牧神 还有一分钟树神复仇就要开始了 官网说那些树神都是五级怪 我们打不过呀 树神boss是十级怪 就是牧神你也搞不定吧 你真是坑死我们了 对于这个大型隐藏任务 大家都没有信心 可苏木却毫不在意道 一个小小的隐藏任务而已 别慌 与此同时 各大直播平台都在直播这场 全球性第一个隐藏副本 很多人都在观望 如果他们通关成功 就安排我们的人 在其他新手村野去触发这个副本 而那些国外的小嘎嘎却逼道 这可是一个大型区域任务 区区华国人也想拿手杀 开玩笑 我们一国最强战队的选手们 都不敢现在就挑战了 很快 那巨型的倒计时就归零了 整个大地都在这时候开始颤抖 村子里的NPC顿时就露出了慌乱的表情 一种紧张的氛围立刻就开始弥漫 有些玩家甚至直接退出了游戏 而铁匠却扛得大锤 跑到药剂师面前 别怕宝贝 我在 苏木剑撞顿时就感到有些疑惑 这个地图BUSM5 竟然还触发了NPC参战 我记得前世好像没有这样啊 就在这时 华老老村长忽然来到了广场中 然后拿出了一本魔法诗 中气十足的耐喊起来 各位年轻的勇士们 为了村庄 为了明天 战斗吧 声音落下 一道金光笼罩在了所有人身上 同时所有玩家都出现了一个现实30分钟的霸 老村长的激励 加10%攻击 加10%暴击 加20点防御 加100点气血 与此同时 绿湾灵地的方向传来了一道道树人特有的嘶吼声 铁匠和一众卫兵也来到了村口 开始严阵以待 很快 一群树人就从林中冲出 朝着村口直扑而来 一双双眼睛 透露出新红的杀意 只见铁匠抡起比自己身体还大的铁锤 直接将那个树人砸成了一堆干枯的碎木片 大战也正式宣告开启 一众玩家躲在NPC身后也开始疯狂输出 密密麻麻的树人像是巨浪般扑来 直接突破了NPC的防御 涌入新手村 杀向了玩家 一时间混战开启 玩家这边却被五级的树人给压制的死死了 狼狈的玩家只有在复活后的15秒无敌时间内 才能硬抗着联手击杀几个树人 仅仅片刻功夫 树人就完全突破了村口的防御 这些五级树人的气血和防御力虽然都不高 但是攻击力达到了120点 切叔叔玩家 简直就跟切菜一样 仅仅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大部分玩家都被压制在了复活点 这根本就没法打 这些玩家已经要崩溃了 一旦复活后的15秒无敌时间过去 立马会被树人给杀死 震撼的画面让无数观看直播的观众哑口无言 即便有千言万语 此时也只能汇聚成一句 卧槽 别的新手村玩家瞬间就汗颜了 这任务也太恐怖了吧 还好我们服没有整出来这种幺蛾子 818新手村被弄成这样算是完了 玩家等级得调回一级了吧 而那些默默关注的势力也不禁叹息道 这些树人的数量确实让人难以招架 就是我们的人想要完成这个任务也有点棘手 就在这时候 新手村的上空出现了一团红色火云 紧接着像是流星一样流火从云团中坠落 一个个高达数百的伤害数值开始不断爆出 火系攻击本身对树人就有奇效 基本上是其他系别攻击的三倍 再加上苏木那恐怖的法攻 这些树人在流火的笼罩下 开始大片大片的死去 那些躲在复活点的玩家瞬间看猛啊 这是法师的技能流火天降 这么恐怖的伤害 开挂的吧 而苏木没有停手 在流火天降之后 他果断使出群伤控制技能双滑舞 瞬间寒气弥漫 那些树人同样没能撑过这种攻击 直接血量清空 这下玩家们立马就振奋了起来 真的是法师大爹来救我们了 肯定是木神 他之前单挑狂人团队的时候就用过这个技能 苏木也有些无奈 本来还想着让那些玩家多历练一下 结果他们猜成这个样 随后苏木就直接掏出一瓶蓝 药就往嘴里灌 恢复完灵力后 苏木立即大手一挥 既然你们不想 那让我来装个叉 不算过分吧 来了来了 树神复仇的领主及Boss终于登场了 前不久 苏木一出手 整个新手村立即就陷入了火海 树人很快就被他给压制住 这些树人等级低他很多 打他就跟刮沙一样 只强制性地掉一滴血 看着杀树人如杀狗的木神 被堵在复活点的玩家顿时就振奋了起来 木神到底是有多强啊 居然把树人打得抱头鼠窜 终于能从复活点出去了 多谢木神 苏木文声立马就露出一抹笑意 还都愣着干嘛 一起上啊 这一下 所有人内心的斗志都被激发了出来 都听木神的 杀树人 兄弟们冲啊 不要怕 打不了死了复活 战士冲锋 法师数试点后 攻守上高地 刺客自己看着办 各大直播平台的观众看到这一幕瞬间就惊呆了 卧槽 这个新手村该不会真能完成这个副本吧 那个木神究竟是什么人 叔叔真的太恐怖了 而听雪小猪等人再回到复活点后 顿时就愕然了 复活点这边的树人被清掉了吗 听雪娃儿则开口解释道 如果我猜的没错 应该是那个人干的 长发妹在看到战局扭转后便连忙询问道 娃儿 我们现在怎么办 大家都掉了不少经验 听雪娃儿毫不犹豫地从复活点走出弹笑道 当然是去刷树人 把掉的经验给补回来了 而苏木趁着技能冷却的间隙 就开始当起了指挥 大家准备 树士刷状态 在树士们的操作下 玩家们身上的正面buff重新刷新 灵力护盾 给友方施加法术护盾 吸收30%伤害 灵药术 增加友方目标灵力值上限 增加10%法术攻击力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女生忽然传入耳中 牧神 我们也来加入战斗 只见听雪娃儿已然赶到了战场当中 朝着四周的树士玩家示意道 树士们可以申请加入团队 跟我们一起配合大部队行动 而法师和弓箭手等远程职业 则在苏木的指令下 发起了最远距离的攻击 万人大战 热血被瞬间点燃 各种华丽的技能不断出现 厮杀声 击打声 不绝于耳 所有观看直播的人 都没想到818新手村居然开始反击了 众人不经议论纷纷起来 卧槽 那个牧神是何许人也 刚刚他把复活点清出来太关键了 他们不会真能完成这个特殊任务吧 早早下线的狂人战神也被震惊到了 这也能翻盘 得招呼工会的成员重新上线 不然刚刚白被杀那么多次了 杀一个树人100点惊艳 助攻也有20点惊艳 现在上线正好跟着简陋 与此同时 北美大区 美利坚的一个地下研究所 一名壮汉忽然发出不屑的笑声 树人的复仇也不过如此吗 还以为真的有多厉害呢 随后他就对身旁的军官吩咐道 约翰逊 分析一下华夏大区天青卧龙的 818号新手村的数据 让我们的人现在就去杀树人 触发树神的复仇 约翰逊立马就皱起了眉头 长官 这个任务难度很大 我们现在平均等级是三级 恐怕打不过 指挥官文言脸色顿时就难看了起来 打不过 你敢再说一遍 我们才是世界第一 下国能做到的 我一国必须做得更好 我命令你 立刻让士兵们开启树神复仇 否则我不介意再换个副官 约翰逊咬咬牙 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愚蠢的命令 818新手村 在苏木的指挥下 经过十分钟高强度的疯狂对抗 许多玩家的等级都得到了提升 树人也顺利被打退了 就在众人以为任务结束的时候 一道犹如洪荒而来的凶狠怒吼 骤然响起 大地都在这一刻颤抖 只见绿湾灵地的地面开始隆起 有什么庞然大物 正在从地下钻出来 沙石如铺 尘土飞扬 这个大型副本的boss终于登场了 这是一个巨型树人 身上呈现一种充满死气的枯黄 但却足足有30米高 一出场就发出一阵愤怒的嘶吼 成为我的养分吧 人类 魔化树神领主 等级十 气血三万 灵力五千 攻击三百 防御一百 速度五十 状态加50%暴击率 加50%免控 无法击飞 技能缠绕 复苏 绿湾灵地的唯一领主 人类曾经的朋友 但为了追求更强大的力量 接受了一位邪魔的力量 放纵魔物在领地中活动 导致魔气入侵的罪魁祸首之一 接着树神领主就率先出手 两只枯木利爪骤然暴甩而出 他的双手是巨大且粗壮的树藤 朝着新手村暴砸而下 数十名玩家瞬间就被送到了复活点 没等众人回过神来 另一只手就再次压了过来 而攻击的方向正好是听学娃尔所在的位置 望着拿庞然无比的巨手 听学娃尔的脸上顿时一变 糟糕了 躲不开了